作为黄金档播出的上线娱乐栏目 你好星期六 虽说是作用同事段最好的观众底盘 但播出效果如何 跟内容质量仍是挂钩的 因为太过平庸而不能出彩的七术也是有的 真正能争一争收拾第一的军事热门阵容 新一期节目全网分支达0.8 占比份额有4.74 趴在省级卫视第一 创了开宁来的新高 狠狠的为芒果挣了拨面子 造就如此好的成绩 要九九爱剧组无愧观众期盼 主创四人与好六团展开趣味比拼 但不守规矩的范诚诚 让杨子怒了 何炯的人员因此暴露了 范诚诚为大勋损友相聚 前者玩笑多次换上何炯后 再耍赖被杨子对回去 新一期是绝对的好友局 除了要九九爱剧组的两位新人外 其余均是在圈内打拼数年的 杨子在节目改完之后 更是以自定好玩官的头衔 长住了两期 在那之后 但凡是他来宣传作品 导演组一定会给予最高的牌面 而范诚诚与魏大勋 两人被列入内娱四大闲眼包 私底下是朋友 上了节目是难言损友的气感 当两个互损朋友 遇上激励十分的三二一 铺水游戏 范诚诚这个机灵鬼 一开始就在坑哥哥 按照规则 攻击方应该掌握好节奏 在喊出三二一的口号之后 用手掌指出方向 而被攻击方在短时间内 做出反应 方向相反则为胜 相同则为败 对比魏大勋的规范游戏 范诚诚在手势上用了小心机 要么是等到最后一瞬间 才把手掌转折 要么是在喊出口号后 这手摇摆不定的 在耍赖破了魏大勋一次后 再不守规矩 范诚诚被全场人调侃 接近赛点了 范诚诚又整节目效果 表示要换人 还指定了从未参加过的何炯 何老师先是一惊 而后愣愣的坐到了梁子的旁边 而面对何炯 魏大勋撤下去了吧 把跟何老师对抗的机会 给到了虎娃范诚诚 当对手换了之后 范诚诚的那一套还是用到底 假装转头跟别人说话 结果这手突然就转了 想用这种方式 让何炯反应不过来 从而获得胜利 此番操作连清孝贤都看不下去了 还特意提醒他 得喊三二一 而作为他的荧幕女主角 杨子蹭的一下站起来 声调放高 直言自己看不下去了 我们剧组是清白了 被杨子对了 范诚诚只能尴尬一笑 表示那就按正常的来 接下来是真正开始了 何炯狂笑 心态轻松 圈内老是认证 长红多年未有丑闻 被杨子偏爱的何炯 面对镜头是笑的不亦乐乎 他在圈内的江湖地位 与人缘到底如何 都不用特别言说 在正式出道前 真正在校园里待过 成为上星卫视主持人后 一路发展成内部不可缺少的成员 就算快乐家族不能再相聚了 他也要承担起 星期六顶梁柱的荣耀 正所谓能够长红多年的 除了实力就是人品在支撑 当然了 杨子范诚诚的表现也很出色呢 近日二人主演的电视剧 《要九九爱》也是热播中 咱们来聊聊杨子的新剧 《要九九爱》吧 寒假档期 这部剧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继《长相思》之后 粉丝们对杨子的期待值 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长相思》在网播市场表现亮眼 大家都想看看 杨子在电视剧市场 会搞出什么大动作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 《要九九爱》的收视成绩 并没有达到预期 开播第一天 这部剧的收视率 只能排在第十名 份额连1%都没碰到 第二天虽然有所提升 市占率勉强过了1%的门槛 但是这样的成绩 在江苏卫视 这样的大台播出 还是让人有些失望 更尴尬的是 江苏卫视的收视率 没能挤进前五 反倒被辽宁卫视给抄了 网友们对这个现象 也是直言不讳 觉得《要九九爱》 收视不给力 跟档期 卫视平台这些 都没啥关系 主要还是剧本 和演出的问题 说到演出 杨子和范城城 在剧里的组合 也引来了不少讨论 有网友发图 调侃两人 像是乡村企业家 带着儿子 这个组合 看起来不是很般配 杨子在剧中的打扮 成熟稳重 范城城则青春洋溢 看起来两人的年龄感 差距还是蛮明显的 再说说杨子的状态 拍这部剧的时候 她的身材 比之前圆润了不少 脸部也显得有些浮肿 特别是在演绎 高中生的时候 那法灵文和成熟的气质 真是很观众 感觉有点不大 对比一下杨子之前的作品 比如《余生请多指教》 那时候的她 她显得苗条许多 皮肤紧致 状态极佳 而现在大家看到的杨子 状态上的变化 让人不得不感叹 杨子和范城城 俩人在剧中的亲密场面 也被网友调侃为 高中生和一亿的热吻 这种评价 杨子在塑造角色上 也遭到了质疑 黄影子这个角色 原本是个活泼开朗的高中生 但是在杨子的演绎下 似乎变得有点过于夸张了 看了《要救救爱》 不少观众觉得 杨子的角色 好像总是那么几个样 比如《黄浪宋里的秋莹莹》 或者《香蜜沉沉进入霜里的紧密》 感觉换个剧本 杨子扮演的角色都差不多 网友们也在讨论 杨子的角色 为啥总是那么相似呢 不管是古装剧 还是现代剧 都有一些同质化的问题 她的表演风格 似乎也有待提升 需要更多的微面表情 和内敛演绎 杨子作为90后小话中的佼佼者 她的发展势头 还是很不错的 观众们都希望 她能够不断进步 不要补前辈们的后尘 年纪一大吧 还在尝试转型 或许杨子应该挑战一些 和自己风格差异较大的角色 走出舒适区 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 不过杨子的新剧《要救救爱》 让不少粉丝期待破表 大家都想看看 她能带来什么新鲜感 但是开播的成绩 却让人有点意外 收视率和市占率都不太给力 这样爱她的粉丝们 有点心塞 网上的声音也挺直接的 大家都觉得 要救救爱收视不佳 和不出时间 未视的影响力 没太大关系 主要还是剧情和表演 没能打动人 剧情方面 观众的期待值那么高 几乎看到的却是一部 让人不太满意的作品 这自然就有一些失落了 再来说说 杨子和范成的CP感 或者说是缺乏CP感 在剧中 两人的年龄差 以及杨子的状态问题 都让他们的组合 看起来有些不协调 有网友甚至挑战说 看看他们的戏 感觉像是在看一位成熟女士 和一个青涩少年的故事 总之就是少了那么点 恋爱的火花 杨子在剧中的形象 也成了大家讨论的焦点 她的体态和面部状态 明显比以往圆润 特别是在扮演高中生的戏份中 那成熟的气质和法令文 实在是让人难以忽视 和之前的作品相比 比如清新脱俗的《余生请多指教》 杨子这次的变化 让人觉得有点不适应 角色塑造方面 杨子的演绎也受到了一些质疑 黄英子这个角色 本该是个天真浪漫的高中生 但在杨子的演绎下 似乎变得有些过于夸张和搞笑了 这样人想起了她以往的一些角色 比如黄乐宋里的《秋莹莹》 或者《项米晨晨进入霜里的紧密》 这些角色似乎都有着相似的影子 网友们对此也颇有微词 他们讨论着杨子的角色 为何总是那么雷同 不管是古装还是现代剧 似乎总是那个味儿 她的表演方式 看起来也需要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入 以便能够展现出更多层次的情感 作为90后的优秀代表 杨子的演绎之路一直备受关注 观众们都希望她能够不断突破自我 不要总是在同一个圈子里打转 也许杨子现在需要的 就是一些全新的挑战 来证明自己的演技和多样性 希望未来的她 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毕竟每个演员都希望 能在演绎的道路上 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